程式改成什么 有奇数有偶数的话 那首先的话 奇数一个输出 偶数一个输出 那我可以怎么做 产生两个变数 一个叫上A好了 有没有 这个是给奇数用的 一个是上B好了 两个嘛 因为我要一个变数 放不了两个资料 所以呢 就产生两个 有没有 需求 所以你如果要做什么 你要先想说 你到底要输出几个结果 如果有多个结果 你就要多个变数 OK 如果说 一个就一个 一个罗贝尔坑 就这样子 第二个的话呢 你要跑的次数 一样是1到99 所以这个回圈不变 然后要变的部分的话 就是当 下面是累加嘛 那可是累加有条件哦 什么条件 1负 I这个值 如果 除以多少呢 除以2之后的结果 等于 等于有两个哦 等于零的话 冒号 做什么事 反之 有没有 else 做什么事 冒号 冒号应该加在这里 else应该在这里 那这个的话呢 请你按一个tape 做的话一定要在他的下一阶 那可是问题哦 如果整除的话应该什么 加累加应该是加上对吧 上 b吧 有没有 上b是偶数哦 OK 上b 那反之的话呢 OK 这个是i 如果是能够被整除 比如说1不行 那2 2有没有整除 有 那反之的话就激素啦 不是偶数就激素嘛 OK 那就怎么样呢 下面这一行 那就什么 把sumA等于sumA加上i就可以了 有点像那个就是比如说那个什么呢 分层嘛 比如说像那个疫情 有一个分隔 你发烧了 你没有发烧走这边 你发烧走这边 有没有 不同的通道嘛 类似这种逻辑就有点像按照不同的情况 去走不同的通道 OK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哦 如果这边那就是偶数的 这边的话就激素 所以呢 我底下可以把这个加种 就是激素 这边可以 激素 那就是什么 sumA 反之的话呢 就把这根再复制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偶数 加种的话就是什么 sumB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程式就大功告成了 OK 另外我会讲哦 如果等于是这样 如果你写不等于 不等于的话就上下颠倒就可以 不等于 这是不等于 不等于0就是上面上颠下面变上币 这个补充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写法很多种 那最后我们来试试看看 理论上这样的话 这边1帮我加到99的基数 有没有 1加到99的基数是2500 偶数的话呢是2450 应该是没错啦 如果要验算的话 看有没有 这边有没有那个 心算很强的 1加13579加到99 99 应该头尾头尾加在一起吧 1跟99加倍100 3跟97加也是100 所以你一直加 加到中间数之后 把它乘以2就可以了 OK 好吧 算了 反正就是结果 应该没错啦 如果有错的话 再跟我讲一下 那偶数的话呢 就通通把它加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所以基本上我们只有什么 在原来的这个基础之上 再加上什么 把上A 加一个上B OK 然后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如果能够被整除的话 那就再加 反之就是基础了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程式云端上我也有放 所以我是把它放在这个单元03的部分 这边有一个方法1 那这地方还有方法2 甚至还有方法3 那我是建议如果可以的话 你当然多花一点时间 可以多想几种方法 都没关系 因为解决的这个程式语法 太多种了 不是只有一种解法 可以多种 试一下 试一下